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投资人在目前面对的一个就是 短期利率六个月到一年在5.3到5.4 两者之间仍然有1.1% 大约四个quart到五quart之间的差距 倒挂的现象仍然存在 虽然比前段时间倒挂的现象有所改进 但是实际上仍旧是倒挂 因此经济仍然有衰退的可能性 那么第二个就是当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时候 就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联邦的政策 也许利率的上升不见得就完全结束 至少短时间利率要下降的几率不大 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 Rating Company 当回了美国的国家的国债 同时也目的当回了美国的一些金融的银行 尤其是一些小银行和中型银行 这两个事情对美国的整个的国家的财政 以及未来的利率和这个一些投资市场的这个信心 基本上都有一些打击 在其中讲的比较严重的就是认为 未来看不出有政府的智力能力 会有明确改善这个美国国债和美国财务状况的这个趋势 因此对未来是非常负面的看法 因此投资人在考虑到利率以及经济的状况 和金融的结构的这些风险因素的时候 应该在目前还是要采取比较稳健的措施 虽然不一定要过于保守 可以采取中庸之道 但是也不可过于乐观 投资人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市场 不要去拆市场 何时涨何时跌 而是要确实做好 Profolio Management 第一个就是风险管理 第二个是品质管制 第三个就是 在Diversify的原则之下 要保住你的本 我是小银翔 我的电话是713-9883-888 谢谢